你好,终于等到你来直播间了,坐这边坐这边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因为你是第一次来直播间,这这这,主机会在这,对对对,你坐过来一点,你坐过来一点,对,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大家好,我是陆寒,对,我们请到陆寒来了,他真的来了哦,这陆寒是第一次来到家里直播间哦,然后也很开心,可以今天带着Cucci的产品,然后带着我们Cucci的美妆旗舰店,来到直播间跟大家送上我们的福利,那其实我们两个之前,其实有歌, 隔空合作过,对对对,直播没有在一块拍,是,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就是广告的一个隔空合作,对,然后就是上次我们在微博街也碰到过,然后实际上我们也打了个招呼,哈哈哈哈,今天的故事就有点,就是小奇怪,对,在厕所里正好,哈哈哈哈,我那天上完厕所刚刚好一开门,哦,陆寒,我们下个月见,下个月见,我们马上就要北京见了,对对对,所以今天,我还带了我,就是送给你的礼物,就是我的一个, 实体专辑,完了以后还没有出,现在,还没有上的实体专辑,对对对对,两张,两张,对对对,两张,哇塞,太厉害了吧,我收到了,陆寒送给我的实体专辑,还没有上的,我感觉我好幸运哦,这样吧,我留一张,然后另外一张,可能会允许我今天晚上送给,就是我们所有女生当礼物抽奖,我OK的,可以的吗,你OK的,你OK就可以的, 那等一下我送你们一份好不好,我这还没上呢,还没有上,这个还没有上,给你们看看,那不能看,没有上的肯定要先把,可以看吗,可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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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里面,对,反正他们也摸不到,哈哈哈,真的,法尔赛,暂时,暂时,暂时,对,我给你们说,打开那一刹那,你们会尖叫,这个小设计真的是,别出心才,而且有一个另外一种,旺旺你来看,打开的第一刹那,女生看到,就第一刹那会尖叫, 会跟你对视,哈哈哈,你这个叫声有点奇怪,对这样有点奇怪,好好看哦,你们打开的第一刹就是,哇哦,哦,买格,我有点想,就是下次有机会拍照片的时候,哇这个眼神,对,你这个眼神我的天哪,太好看了吧,所以里面也可以看到,那我就打开了,所以这是一本, 图测跟歌曲的介绍和歌词,对,对,对,哇,我还记得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买专辑的时候,还要自己去抄歌词,对不对,对,对,然后,这个是,专辑本人,嗯,他是其实,我都有一点点害怕,就是做了一个复古一点的,就是软盘,只有我,我小时候那会儿,就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很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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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是个假软盘,对,打开以后,它其实是一个,哦,哦,USB的那个接口就行,就直接插到电脑上就可以直接听,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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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设计很好,对,对,对,这设计真的非常好,而且很好,很好保护它,很好保存它,对,对,对,因为以前那种光碟的形式可能带出去的时候可能会磨花,对,容易磨掉,而且听到后面它可能会不会那么的流畅,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哇,觉得很厉害,想拥有,你要抢到,等一下给你们,好不好,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我们的直播机,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我很喜欢这个礼物,来,我们等一下会把我送给我的两份其中的一份,然后送给你们,好不好,谢谢大家,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机,那等一下给大家抽奖啊,那刚刚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视频里面非常帅气的陆寒,不知道生活中陆寒什么样,所以我们先让你来直播机,玩个热身游戏运动,好,你直播到有个游戏叫做五秒钉游戏,五秒钉,就是,我们等一下 就旺旺会问我们两个问题,然后我们两个要在五秒钟之内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然后我们的每个问题是会让你回答三种答案,然后你回答完了,就直接按一下我们,等一下那倒计时按钮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完成,就有惩罚,或者是直接发红包,就是直接这样子,如果没按,就是输,不是,是,旺旺问,他说开始,你就开始,然后你就开始,在五秒钟之内回答完这个问题,好,你先问我吧, 好,你等一下,我这一下就直接垮掉了,就我还在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第一个问题,衣服最多的三个颜色,白色,灰色,黑色,好,第二个问题,我不用按是吧,回答完再按,OK哦,所以他会自动倒计时,我会,我这里,好好,懂了吗,大概懂,大概懂了,就回答完了,就再按,回答完了再按,所以接下来是不能录喊的,对对对,吃火锅最爱的三样菜,开始, 毛肚,哎,时间到了,五秒钟,就他问完了之后,你就直接,对,就是你直接问完了之后,直接回答,好,那我们再来一个,好,我们正式开始啊,所以最喜欢是毛肚,黄猴,黄猴, 好多都爱吃,所以还蛮难选,就是五道菜的是不是,很多都爱吃,好了,那我们就是开始了,我们就开始了啊,这个很难,我先问谁,问我,我很难,说出三种白色的水果,白色有水果吗,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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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瓜是黄色的,就有一点点黄的颜色,白色,白色的水果也太难了吧,荔枝,哦,贵人, 贵人,突然打开了我的思路,山竹,哦,山竹也是白色的,这个太难了,好了,我我我我我失败一次,来,我们现在来问陆寒, 醒来最先做的三件事,开始,睁眼,睁眼躺着看手机,可以,算成功,好好好,我先错一道,来,再来吧, 哎,今天内发过消息的三个人,开始,招商同事,老板,跟文文姐, 回应用我送的,哈哈哈,OK,OK,OK,好,说出游乐园的三个玩乐的项目,开始, 碰碰车,过山车,还有一个呢,哈哈哈,为什么还有一个是这个,哈哈哈,跳了, 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跳楼机,跳,所以你,我没想去,啊,你不怎么去游乐园的是吧,好的,还有吗,我觉得我输了,我觉得他回答的比我快, 而且刚刚你那个白色的就是故意让我输的,好了,等一下我们再准备一个万元红包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好,喜欢加齐,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关注,多多关注,那刚刚的游戏只是让大家稍微的放松放松,让陆寒第一次来加一直播间也稍微的轻松一下, 其实我们接下来就要跟陆寒好好地聊聊,关于你跟Cucci的合作,就拍摄品牌大片那天晚那一天,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那天整个都比较有趣,因为有扮演了好多不同的角色,是有,我好像看到过一个生产片是列车长,拿一个那个话筒在那儿就说话的,然后输了一个很帅气油头,那一种,啊, 还有调酒师,调酒师,还有魔术师,魔术师,所以这一些角色,你觉得会跟你平时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其实这三个角色我都没有体验过,就是当天才知道,而且当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当天有一个鹦鹦,鹦鹦,真的,真的,白色的,特别听话,特别大,这么大个,巨大,然后以后让他在这儿呆着,他就呆着,所以你会害怕那种那类比较大只的动物吗,没有,我觉得特别可爱,我反而想养, 真的,真的,就能听懂人话,就是他,就很乖的,可以听你指挥,而且还能,就特别乖,而且也不闹, 哇塞,我还没有跟那种动物合作过,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玩的体验,而且其实我们也帮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就是图,就是我们列车大片的,就是还原复刻,所以今天在直播间可不可以还原一下,就是列车大片那个动作,我们今天帮你准备了, 哇,你那天拍的,应该是类似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话筒,就完全一样,是,完全一样吗,就是当时啊,我们拿到的战就是当时的,我们重新拍一遍吧,重新拍一遍,重新拍一遍,来吧,我们就是随机发挥一下,嗯。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列车长陆寒,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Gucci,支持李佳琪。 我还压运了,对不起。 对,支持Gucci,支持李佳琪,还压病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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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 第一個就是我們馬上要給大家推薦到的美門Cucci的柔椒凝光粉餅 這個粉餅有一個很可愛很可愛的網名 你猜一猜吧 它叫做仙女粉餅 是的 因為它就是你知道 它這種金色的那種比較偏復古的那種小粉盒 有點像那種可能比較偏年代感的那種裝飾的一種小粉盒 然後它是全新的一個仙女粉餅 它是為亞洲女生的膚色專門設定的 它一共有三個顏色 它會更適合亞洲女生的一個膚色 更關鍵的是這款粉餅它的顏色 我覺得就是為了凸顯每個女生本身肌膚的膚色而做的一款粉餅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介紹這款產品之前 我想先讓陸韓通過你代言人的身份幫我選一個顏色吧 看你選不選的對 我來選嗎 對 你來選個顏色吧 你覺得我更適合這三個顏色哪一個 01色號 01色號 為什麼 感覺上吧 我也不知道 因為對 就是憑感覺吧 憑我感覺就是你會覺得我比較白髓幫我選的01色號 比較適合你的膚色吧 OK 其實你知道嗎 就說到膚色 我今天有想到你的專輯裡面有一首歌跟膚色 也還原色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原色的小故事嗎 對 其實原色這首歌其實當時就是寫這首歌的原因就是 一是年齡到了 哈哈哈哈哈 沒有 到達了去吃 沒有 到達了去吃 沒有 到達了去吃 沒有 這個回答突然讓我讓我覺得不知道該怎麼接了 到達了回歸本我的一個狀態 哈哈哈哈 年齡到了到了回歸本我的一個就是原色的狀態 對 原色的狀態 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夠堅持自我吧 就是回歸自己本身的那個顏色就是原色嘛 而堅定內心的勇敢 我覺得也和我們就是Gucci也一樣 就是敢美敢出色的態度 嗯 哇 這個我覺得說得很好 就是每個人騎得有自己的一個顏色 都有自己的一個獨特的色彩 對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要保證就是自己可以一直hold住自己的原色 讓自己活得很開心 然後敢美敢活啊 那所有女生我跟你們說 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產品 你知道我已經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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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賣它 我記得我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就在直播已經有測評過新品秀 有上過這款產品 然後我說這個真的非常美 它是這樣兩層的 它上面可以放這樣的粉撲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有潔癖的女生 就是用完了 你覺得粉撲有點髒了 你在清洗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替換一個新的粉撲放進去 它這邊的盒子還是蠻深的 所以這個設計我覺得做得很好 然後就是當你的皮膚 有一點點泛油光的時候 你就可以輕輕的這樣用粉撲沾取它 它上面是天鵝絨的這一種短絨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這樣輕輕的壓 有任何有出油的地方 可是你感覺你皮膚沒有那麼柔滑的地方 你都可以壓粉 而且它那個粉不是那種很粗糙的或者很遮瑕的 它是那種很細很薄很柔 而且很自然弄蜜粉的感覺 所以你剛聽完我介紹產品會不會覺得有點火太快了 有點快 有點太快了 所以美們這個蜜粉餅相信家綺你買它 你絕對會很愛很愛 而且01號色就是專門為中國女生而量身定製的一個顏色 它不會過於白 因為它這個粉是不厚的粉餅 它是有點像蜜粉餅的一個效果 又有遮瑕又可以控油 又可以讓你的肌膚打造出那種柔膠的效果 跟平滑膚質的效果 買它 買它 好不好 所有女生買它 買它 真的啊美們 天包店不講 我今天晚上只有9000個 陸晗來我都只有9000個 美們 1號色是我推薦給比較白的女生買 然後005號色是我推薦給自然偏白的女生買 這兩個顏色大家選擇一下就行了 00號色是很白很白的顏色 那就是真的是 很白 很白的女生就可以買它 就仙女白的女生可以買它啊 來所有女生準備好了沒有 3 2 1 620一個 買就送香氛體驗妝1.5毫升隨機一個 再送迷你香氛隨機兩個5毫升 再送Cucci的化妝包 一個給到大家 好不好 所有女生大家趕快去搶哦 我們上鏈接了 在我們的爆款鏈接裡面 我們的Cucci蜜粉餅上來了 所有女生上鏈接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拍 不用備註就好了 馬上搶 001號色看看你推薦 001號色最後300個 001號色只有100個了 001號色沒有了 005 001全部下架了 這個682一個 我們直接拍我們直接發貨 我們也不預售 直接是最大的活動力都給到大家 沒有了還可以加嗎 001 我們還可以加點嗎 謝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加琪 請多關注我們的直播間哦 我再容我再給我一分鐘時間 我跟他們說 我喜歡聽 001號色它是比較偏那種半透磁白 它會比較適合那種很白很白的肌膚女生 01號就是剛剛陸涵給我們選的點 它就是冷掉磁白 它會比較適合什麼 就是自然偏白的膚色 然後005號是暖掉磁白 暖掉磁白 暖掉磁白色 它會比較適合於自然膚色的女生 可以買005好不好 定妝補妝都可以用我們的 Cucci蜜粉餅買回家 你跟你們說真的不容易跟別人撞 當別人拿出來是品別的品牌的時候 你拿出來的是Cucci 而且你說在哪裡買的 你說買不到的 因為真的剩下門店 時裝店是完全定 都是那種超級VIP 要提前很久才可以定到這個粉餅 好嗎 又下家了 那還可以加嗎 沒有了嗎 好吧 那你們自己去搶好不好 我們的蜜粉餅自己去搶 那就是 對對說到蜜粉餅了 我們覺得 就是 我有一個稱號最近 就叫做打分器 打分器 就是我會經常給很多東西來打分 所以 就是 今天請你也可以在我們的直播間 給我們的產品打個分吧 如果 就是按在 站在陸函的角度上看 你覺得 Cucci的蜜粉餅多少分 就不要因為它是Cucci了 沒有關係 我們只不僅可以說真話 哈哈哈 那我真話肯定是十分 哈哈哈 真話也是十分 好啦 這樣吧 我覺得我要再考考陸函 就是我要考考你對於美妝的了解 畢竟你是現在是Cucci的美妝代理人 那是老化妝嘛 是 對 所以你這個會比較懂 呃 就先塗那個乳 先塗乳 然後再化妝 把粉底 完了以後 對 粉底完了之後 然後呢 粉餅 對 對 因為每次就是我的化妝師都會就是先塗 所有的化妝師都會先這樣用 如果反正用 那個化妝師可能要離職的那一種 我的化妝師反而是這樣給我用的 所有化妝師都是這樣用的 對 所以 美妝二很厲害 這個很 第二三步 沒錯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那 那個 我覺得 今天 就是 邀請您來了 應該很多人很會想要知道說 就是大家都會比較喜歡 就什麼樣的一個香味 所以你平時是喜歡噴香水 或者喜歡香味的一個人嗎 我會比較喜歡噴吧 對 喜歡 但是我比較喜歡就是淡一點的 哦 那你是什麼 比如說看心情還是看場合 還是說 你有一個什麼樣的選擇香味的一個方式 或者你只噴一個香味 其實會看心情 就是當天的 其實也會有 就是 不同味道的香水 就是今天是什麼感覺 但其實我是比較偏那種清淡一點的 哦 就會比較比較喜歡 就是 那我這樣問吧 那你比較喜歡 就是有幾種香氣的成分 或者說你只喜歡單一的一個味道 很直接的一個味道的香味 還是說你比較喜歡富裕型的 就是所有的味道在一起 然後揉出來的另外一種味道的香味呢 就是 根據年齡的不同 又是年紀差不多到了 又開始選擇差不多的香水了 年輕的時候喜歡奔放一點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年代言會選 會選那種清淡一點 然後沉穩一點的香味 對對對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讓 作為代言人我來考考你是否能聞香食味道 好不好 就說出裡面包含了什麼的花香味 因為這個其實挺難的 嗯 來我們直接用這一瓶給大家做演示 考考你 可不可以聞出來 它裡面的香味有哪些 那我就直接噴在空中了 或者是香紙啊 那種是香紙吧 嗯 那兩個拿兩個好不好 我也想聞一下 好 你聞一下 它裡面有什麼香味 哈哈哈哈 真的太可愛了 我們得專業一點 你覺得它裡面是什麼花香 聞的最明顯的一個花香味是什麼 一個白色的花 哇 那個花是白色的吧 是白色的 嗯 茉莉花 是 很準哎你 非常厲害 它裡面的香味是茉莉花香 它非常非常非常優雅的 晚香玉再加茉莉花香 就是它是那種茉莉花的花蕊 就是花心裡面那種 就是比較偏什麼 就是活力型 或者是那種乾乾淨淨的那種花蕊的香味 它那個香味就帶出來的 就是那種你知道 女生的柔美的女性氣息 它是由那種香水大師精心調製的 它是融合了所有女生 就是那種你知道 像你突如突然闖進了一座 就是驚世害俗的一座花園 然後那花園裡面有很多很多名貴的花 但是你走到最深處的時候 你看到的和你最吸引到的點就是 那一朵就是善方的椒艷玉滴的那末 就那末那個茉莉 就是這個茉莉 就是一個你知道乾乾淨淨 你會發現就感覺它不是一個單一的茉莉香 它身邊圍繞著很多很多珍貴的花卉 但是它最突出的就是茉莉香 就是我覺得這瓶味道很適合什麼 很適合就是有情調 然後用小雪那種跟別人不一樣的香水的女生 然後去買它 而且那個女生應該很會很喜歡穿什麼 很喜歡穿就是比較偏純色 就是亮色一點點純色一點點的那種衣服 然後那種衣服不用太多的設計 就乾乾淨淨簡簡單單的那種 很好很好聞這些 而且這個味道真的很好聞 買買買它 這個味道太好聞了 婉香玉加茉莉花蕊 它是一個白花香調的香水味 所以它會比較的乾淨 它會比較的偏什麼偏穩重的那種感覺 穩得住 不會特別香 但是它香得非常自然 對 讓大家聞得很舒服那種感覺 所有女生 這一瓶是Kucci的花月女士香水 如果你經常去線下去逛Kucci的一個時裝店 你一定會發現和聞得到這個味道 就會感覺它很熟悉 因為每次就是在Kucci的線下店的時候 他們的Sales會把這個香水 噴在他們整個環境裡面 讓每個顧客來的時候 都感覺進入了一種花園 然後有一種很舒服的購物體驗 所有女生 這瓶香味 屢屢清香型的一瓶 花香型 白花香型的香水 天貓店播價950塊錢50毫升 加起直播間950 直接到手50毫升 再送我們兩個隨機的1.5毫升小香氛 再送兩個5毫升的小香氛給大家 再送美門Kucci梳子 再加上一個書包給大家 小書包 小書包 對這個梳子我跟你們說真的 真的好看 很好看哦這個梳子 其實你可以再怎麼樣 再噴 就是在梳頭髮的時候你可以把香水 因為梳子是木製的嘛 木製的 你可以把它噴在我們的梳子上 然後你在梳頭髮的時候 每天早上起來 你的頭髮就很好香水了 然後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會發現整個那個香味 然後那個風就把你頭髮吹起來的時候 那個香味也吹出去了 所以梳子上也是可以噴香水的哦 好不好 所有女生 我們還會再送大家 美門口紅體驗包 兩個給大家 準備好了沒有 3 2 1 上鏈接 只有2500瓶哦 Kucci的香水只有2500瓶 而且今天晚上買 無論是買 不好意思 無論是買彩妝 還是買什麼 買我們香水的女生都會用到 Kucci在線下一樣的綠色禮盒包裝給大家 也同樣享受到的是 線下的禮遇服務給大家 好不好 下架了 還有嗎 只有2500瓶哦 我們全部上給大家好不好 我們全部上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 我們的Kucci的天貓的美妝旗艦店 讓大家可以多多的在Kucci的天貓旗艦店 可以買到東西 哪怕你的城市沒有Kucci的線下店 也可以在旗艦店買產品 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支持 每一單都會送禮盒 你買一瓶會送一個禮盒包 買兩個就兩個禮盒分開包給你們 真的 謝謝大家的支持 頭頂上放紅色按鈕 多多關注 花月女士家好了嗎 這個真的好看 又下家了 還可以加嗎 沒有 沒有了 好的 那我們的粉餅跟 所以你自己種好了梳子 你自己種好了這把梳子 我幫你打包好 這個梳子真的 還不錯 而且很小 可以放隨時在包包裡面帶走 好啦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就要結束囉 然後謝謝露寒在我們的直播間 但是在你離開之前 我想要讓你可以再送給來今天只看直播的女生 或者是家綺的所有女生一個就是禮物嗎 我們可不可以兩個人都把香水噴在我們的賀卡上 好 然後在賀卡上寫上一句你想對他們說的話 然後我們把這兩封都送給我們的女生 好 好嗎 好的 辛苦你 我的字就比較醜 我的字也沒有好看到哪去 我們比一比看誰刺醜 好 那你來噴吧 就噴在卡上然後我們可以再寫 來 好 謝謝 送我送我送我 想要吧 我這個福利還是挺好的吧 好 很好奇你寫什麼 我簽個名 簽名是當然要有的 簽名就還好要一句話的 我覺得 我怕我會寫掉 我怕我寫咖咖的 你真的是在認真想 我覺得你可以寫剛剛那句 你的那個就是原色那個slogan 其實我覺得 要不然 我直接把軟盤割進去 我覺得你寫什麼大家也都很想要 我覺得你寫什麼大家也都很想要 假的 大話 哈哈 就比較簡單了 我覺得 我也寫完了 這就是 代表了一切 哇 這個真的很厲害 他就畫了一個愛心 然後寫了一個 自己的簽名上去 這個代表了一切 太厲害了 真的是我還很重重的說了 寫了一句 我實在是怕 敢美敢生活 哦 哈哈 瞬間節都很 瞬間節都很土 你知道嗎 我主要就是我怕我的字吵了 蠟�雜 沒有 好啦 讓我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們等一下抽獎 送給女生 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這樣吧 最後 我們每一個嘉賓都會送給我們所有女生和所有男生 在2021年的一個新年祝福 然後如果你要送給他們一句話的話 你會送給什麼 我覺得 既然剛才說到原色 我覺得大家就是保持自己的原色 完了 就是努力做自己 嗯 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就夠了 完了 其次就是 現在這個年度大家健康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在2021年 健健康康的 好的 謝謝陸涵 辛苦陸涵咯 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關注陸涵的新專輯 好不好 然後我們馬上就要發萬元紅包給大家 那我們先謝謝陸涵 好 辛苦了 辛苦 辛苦 期待下次見面 辛苦陸涵 辛苦辛苦 梳子拿走了 好的 梳子拿走了 沒問題 好啦 所有女生 就像